中台烟花强度增强持续接近台湾 根据气象局资料 烟花台风预计从台湾东北部席卷 而为了确保民众生命安全 玉里分局特派各分柱 派出所远近前往辖区观光风景区 各部落社区等人潮众多的地点 向民众宣导 希望民众提高警觉 尽早做好防台准备 中台烟花强度增强并且持续接近台湾 根据气象局资料 烟花台风预计从台湾东北部席卷 为了要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 玉里分局特别派各分柱 派出所远近前往辖区观光风景区 各社区部落等人潮众多地点以文宣 告示牌向民众宣导 希望民众提高警觉 尽早做好防台准备 台风又来了 来你们早点回去 来你们再下班的危险 每到暑假期间 南区三个乡镇涌入人潮 不仅仅是观光风景区 其他像是社区部落 山边西边都有民众的身影 为了确保民众游客的安全 各分柱派出所就前往了风景区 向民众来宣导五项的防台措施 海风来尽量还是不要在风景区 还是山边或西边这边逗留 因为比较危险 也不要去给海边那边做海鸟 或者是观看那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那尽早做好防要准备 然后防止再发展 分局再一次呼吁民众要留意电视广播 网路公布的气象资讯 随时掌握台风的动向 如果民众遭遇紧急危险的时候 请立刻拨打 警销单位协护 以及相关单位救助 记者高双双玉礼采访博斗